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教育表各位老師與會的所有的朋友 大家好 外面下雨了 所以如果我們原來有一些什麼熱氣 或者是什麼對立的氣氛 我想這個大雨刷過之後 我們大家就 那個 因為我剛剛看到有一些聽眾 其實那個表情也還蠻繃緊的 那我希望說在我們的一些說明之後 大家可以放鬆你的臉部的線條 那我們憲法都可以修 所以參考資料一定可以修 那我們也從昨天的新聞知道說 課綱也已經都修改了 所以本來就是在大家的參與之下 我們就會更好 那我必須說我今天站在這個地方 我其實是很受寵若驚的 因為你看各位 這個場地的位置非常的多 但是竟然還坐不下 然後坐得這麼滿 性別教育什麼時候受到這麼大的注目啊 有一些笑 在這個會笑的朋友大概就知道 因為他們都知道性別教育呢 其實在台灣是非常的邊緣的 為什麼邊緣呢 那個有一些有疑慮的家長或的朋友們 他們可能以為我們這些所謂的編者呢 編者是課本 那這一點剛才我們的潘慧玲教授已經解釋了 這個是給老師學習用的參考資料 那所以他會不會發給每一個小孩子 不會 他甚至會不會發給每一個老師 也不會 因為教育部原來只希望一個學校給一本到兩本 那各位你可以想像這一本到兩本會到哪裡去 通常不是在圖書館的某一個架上 不然就是在輔導室的某一個書架上面 那要等到學校裡面有興趣的某個老師 對於性別教育怎麼教有興趣 想要知道怎麼融入 那麼他才去借來看 借來看的時候呢 他不一定要照這上面的教 因為他以教師的專業 他必須把它融入他想要教的內容 那什麼叫融入 各位 我們教育部已經很早沒有編所謂的課本了 那是一綱一本的時代 九年一貫以後已經所謂是一綱多本 那麼因為我們有分什麼 有所謂的領域跟議題 家長們所擔心或所關心的 你只要回去看看你們家小朋友的那個週課表 有的都是這些時數跟 有時數的是這些科目 那麼有課本的也都是左邊的這些語文 健康社會什麼數學自然 但是卻沒有右邊這些議題的課本 也就是說右邊這些所謂的議題 他只能夠被融入 左邊怎麼融入 就是當社會老師在教這個社會的課的其中 某一課的時候覺得 這個地方可以融入性別的議題 我們就融入性別 當一個自然科科科技老師認為 我們這個地方可以融入 這個環境教育體的時候 他才去找材料融入 因此我為什麼說我們性別教育非常的邊緣 其實是因為我們一直還在這邊 我多麼希望今天的空聽位之後 我們可以到左邊啊 謝謝志祺 所以作為所謂的性別教育專家 我其實是非常無奈的 但是三年前當教育部 希望我們能夠幫他們編一本這樣 給老師看的參考資料的時候 我們想雖然這麼多邊緣 雖然一個學校只有一到兩本 我們還是想要好好的跟現場的老師 做一些溝通 於是我們就邀請了現場的國中老師 還有國小老師 我們一起來討論 以他們的專業來幫我們設想 應該要怎麼樣的 如果老師要直接用教案的話 那他們可以怎麼教 因此我們這一本書裡面的作者 對不起我剛才常會說我們是作者 其實我不是 我們是編者 作者是現場的老師 第一現場的老師們 那當然對我們來說 我們要跟老師 就是希望透過這一本專書 給現場的老師傳遞什麼樣的概念 當然性別教育的第一課 就是所謂的打破的 講話的性別二分 跟打破的性別刻板印象 什麼那些男生不准哭 女生不准出頭 男主外女主內 男生要陽剛 女生要陰柔 點點點這一類的 都是造成我們現在社會上 很多性別議題 包括異性戀婚姻的議題 很多種種的根源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第一課的概念 那 我們在這個當中也試圖要去 包含說所謂性別教育 它有消極目標 有積極目標 積極目標 我們還談不上 我們在這邊只能夠放進 消極的目標 就是沒有人的能力 會因為性別因素遭受歧視 沒有人的發展 會因為性別因素遭受阻礙 沒有人的尊嚴 會因為性別因素遭受損害 那麼性別因素呢 在這邊可以是生理性別 性別氣質 性別認同 性景象等等 那麼我們關注的 有男性女性同志 跨性別 什麼酷兒 就是很多的 就是所謂的多元性別 那麼 但是在 現在講對 在我們這樣子一個 給國中老師參考的資料裡面 我們當然重要的 不是要告訴他們 我們今天希望講的 這些性別教育的理論啊 我們還是要回歸到 教學的現場 那麼在跟這些老師們討論之後 他們說 教學現場 國中教學現場 學生們他們最 很常常遇到的是 所謂身體意下 跟經驗的問題 包括看他們 會不會那個男生去拉 你同學的胸罩帶子啊 然後那個穿垮褲啊 然後喜歡頭髮怎麼弄 那麼他們常常在這一種 怎麼樣打扮自己的 這件事情上 跟學校產生衝突 因此我們有教案 來跟同學 建構他們的正確的身體意下 然後跟他們 告訴他們 為什麼學校 要做一個規範 讓學生可以了解 那麼另外呢 就是像同才的人際關係 霸凌有很多的因素 那麼不是只有 因為性別性別氣質特殊 然後被霸凌 被人家罵娘娘槍或男人婆而已 還有男同學 男同學自己之間的霸凌 女同學女同學自己也會霸凌 比如說用情緒的方式 對於這個所謂的叛徒 我們就從此不理他 一群小圈圈 那麼對男生來講 他們彼此那種以前那個阿魯巴 或者是用肢體的方式 這些都是我們認為 跟性別議題有關必須要納入的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所謂性別 因為要打破性別二分 因此我們就要有一個概念說 性別是一個建構的概念 建構的就是一個社會過程 而造成的結果 並不是只有那種天生 我們生理上是什麼器官 因此我們就決定了我們一輩子 好 那這是經過這樣子的一些概念之後 我們就 老師們 下一張 就發展了五個這個教案 那麼這五個教案 就是在這個地方 魔幻境界 認識多元性別 校園零七零 七零歸零 然後還有一個多元情侶 性別人權 那麼 下一張 魔幻境界 下一張 魔幻境界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是關於身體刺文化 還有服裝儀容規定 這裡面的性別政治 下一張 認識多元的性別特質 就是我剛說的 打破性別二分科版化 那這裡對應的 各位可以看到 像這個是上綜合活動的老師 如果他要融入的時候 那麼他可以用這個教案 那麼你看這邊都有對應到 我們教育部頒發的能力指標 所以這就是我剛講的 這是左邊啊 主科啊 我們是右邊啊 很邊緣 來下一張 好那七零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 互相欺負的那個現象 然後下面這個也是 下面零七零 讓七零歸零這個 好 這最後一張 不是這張 再下一張 好 那這還有一個就是說 國中生已經開始會接觸到 所謂的公民議題 就是他們可能在報章雜誌上 或者是電視上 常常看到所謂的遊行 那麼因此我們要讓這支同學知道 遊行是一個公民權 因此我們在這個地方 社會學習領域裡面 我們要談到所謂的公民權 那麼這個公民權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要結合到 我們在這個地方還有 那個同志的議題 所以我們已經把同志的議題都 沒有辦法單獨成一個交案 還是融入這樣子的一個公民 學習的交案裡面 因此我們才會談到所謂的 同志大遊行 用同志大遊行的例子來 讓學生知道什麼叫做公民權 那麼這一次我們被挑出來講的 就是這個交案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我們不是整本書都是洪水猛獸啊 連這個也不是啊 為什麼不是 各位你看我們在 教案當中我們提供了 我們希望老師可以上網 去找同志大遊行的圖片 各位是請注意喔 是請老師上網 不是請學生上網 所以老師自己上網 先去事先收集照片 那麼我們怕老師呢 沒有時間上網 或者是不知道怎麼收集照片 因此我們在教案當中提供了 四張照片給老師參考用 還有這一張 西班牙的同志大遊行 好 再下一張 也一樣是西班牙的同志大遊行 趁這個機會 告訴大同學們六個顏色是什麼意思 下一張 這是溫哥華的同志婚禮 他們已經不是遊行而已 他們都已經到婚禮了 再下一張 台灣的同志大遊行 這裡有同志諮詢熱線 好 所以 我們的作案裡面呢 是這四張圖片給老師參考 可是各位你知道嗎 有一些家長誤會了 或者甚至他們被聯署動員 得到的消息是錯誤的訊息 因為他們被告知說 我們的教案裡面有 下一張 下面這些圖片 我要多元性犯女 恐怕就是人權性變態文 我們沒有 對不對 所以各位我才講說 我站在這邊 我也有點冤屈啊 好 因此呢 我趁這個機會 來我們再挑挑最後一張 來跟各位解釋就是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專書這樣編輯的這個 目的跟背後的理念是這樣 那當然呢 我們希望能夠呼籲 如果您是為了 同志 教育該不該教 那 或許不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但是 我想呼籲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談尊重 您教育沒看見尊重的話 那麼請 我們 尊重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看見 並且從承認對方的存在開始 好 我的說明到這個地方 謝謝